我是想知道 大家好,我是Steven 這邊是Steven數位社群行銷 解惑市 在這邊我將會容納我在行銷生涯裡面 總共教了400堂課8000個學員的經驗 跟操作破千個專案裡面有一些精華 不管是學員或者是客戶遇到疑難雜症的問題 這邊都會一一的為大家來做解惑 小編可以做一輩子也可以說不能做一輩子 因為可能以後沒有社群這個詞了 所以沒有社群這個詞小編不就不存在了嗎對不對 因為時代新媒體不斷演進 以後元宇宙大家都融為一體 AR的環境在看 所以到底是不是還有社群呢 就不知道了對不對 可是反過來說也可以做一輩子 因為你要延伸這個職位 你要把它變成品牌跟消費者溝通的這個撰稿者 或者是橋樑或者是內容創作者 你的角色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善於幫品牌做包裝 幫品牌做策略 幫品牌做創意 幫品牌做發想 所以這樣的話你就不可能會失業了 因為你有你的know how 你知道你要跟消費者怎麼溝通 你知道怎麼樣打動網友達到你要的效益 可能是要觀看高互動高導流高購買高 你知道怎麼操作這些關鍵的目的跟效益 所以要記得就是說我們在工作的職位裡面 先求把現在的本分先做好 再慢慢的知道說我自己的工作裡面 哪一些是我的能力值需要在精進的地方把它補強起來 讓你可以重新有興趣的先補強 還有一些必要性的先補強起來 那自然而然機會也會找人 人也會找機會 所以你就不會失業啦 謝謝 如果有任何想要詢問的地方 歡迎在下面留言處 來留下你的問題喔 這樣的內容都非常寶貴喔 歡迎大家來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